那5公尺行走测试的话呢 我们大概会要准备一个 大概9公尺长的距离 那那里就是从 2公尺之后 你就先做一个mark 所以就是起点 然后到5公尺的时候 再做一个mark是终点 那之后还有2公尺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就让老人家 从这个第一个 最先开始的地方 走到第一个mark的时候 你就开始按码表 那按码表的时候 就是开始计时码 然后它走到5公尺的地方 你再按停码表 然后让它继续就走 走到后面去停下来 那所以你就会有 这个走5公尺 它到底花了多少时间 的这个数字 那之后你再把它算成说 那这样子的话 它是每秒走几公尺 那我们会希望说 每秒0.8公尺 算是正常 但是如果要比较健康 比较健康的话 应该要到每秒1公尺的速度 才会是一个比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